大家好 秋葵這樣做才最好吃 做法簡單易學 鮮嫩爽滑 做多少吃多少 太好吃了 準備400克的秋葵 準備一個大碗 把秋葵清洗一下 去掉秋葵的頭 然後把秋葵切成滾道塊 切好後備用 準備兩個小米辣 切成圈 把大蒜拍碎 備用 骨種燒油 放入大蒜和小米辣 接下來把秋葵也倒入鍋中 倒入少許的水 加入一勺鹽 一勺雞精 一勺味精 開大火翻炒均勻 好了 出鍋了 一道大絲又營養的秋葵就出鍋了 秋葵營養豐富 含有多種維生素 這樣草營養不流失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